很多人都會說柯文哲變來變去 但是我幫他講句話 他有一個核心戰略是一直都沒有變 就是第三名要當政的 這是他的核心戰略 藍白河的時候他也是說第三名要當政的 然後他說那你國民黨一定要給我當政 那現在立法院長這一句也是 第三名要當政 又來了 他一下子說我跟韓國瑜愛了抱抱有沒有 留下這個經典歷史畫面 然後馬上民進黨來拜訪 拜訪之後民進黨什麼都答應你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等於是辦了一個比武招親嘛 比武招親手中信用 各路英雄好漢來打個頭破血流之後 你小姐一定要選一個就是這樣 結果你不是你辦完這個雷台 打了頭破血流之後小姐宣布 我已經有內定未婚夫啦 那你不是把人家來給笑耶 詐騙集團也會遇到詐騙集團 這是看誰比較多成年是不是 民進黨也被民眾騙過 然後詐騙集團也會黑吃黑 有位子耶 詐騙集團內部有人扮演車手 有人扮演老婆婆 有人扮演這個騎機車 撞到人的 我跟你講 國民黨現在裡面最厲害就是傅崑崎 怎麼說 傅崑崎就能眼盤觀 看你們這群屁肚子要扮什麼 傅崑崎很清楚嘛 他怎麼會不知道那個民眾黨那幾個在想什麼 因為吳子家裡面講說 柯文哲犯了一個很重大的錯誤 這件事情為什麼呢 他說也就是相信賴清德 可能會同意黃珊珊當立法院院長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這個 柯文哲太過自我感覺良好的 就是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你看郭正亮講說 民眾黨為什麼最後推出了黃珊珊選院長 沒有公布副院長的人選呢 實際上就是張祈愷 背後的用意是 在等黃珊珊會不會蒙到院長 黃珊珊如果蒙到的話 下午就投給蔡其商 所以沒有公布副院長的人選 如果沒蒙到的話就獨立自主 我覺得副院長的人選可能要話叉叉 但是呢 柯文哲可能想說 欸 黃珊珊民眾黨有沒有可能 真的會蒙到院長的角色呢 這兩位媒體前輩 實在是太壞了 這麼亂說 把柯文哲心裡的murmur都講出來 所以柯文哲真的這樣想 想說黃珊珊會這樣 當然啊 柯文哲的想法就是說 你看民進黨五十一席 他必須要獲得六個以上的民眾黨支持 尤其昆才可能當選 國民黨目前包含五黨籍五十四席 他要找到三個以上的民眾黨來支持他 才會變成院長 所以呢 要我給你三個做夢 要我給你民進黨六個做夢 但是呢 叫你民進黨給我五十一個有可能 各位這是什麼邏輯啊 對不對 大家聽說很奇怪對不對 這是什麼邏輯告訴你 柯文哲就認為可以 為什麼你知道 柯文哲從選舉到現在 永遠在操縱兩個字 仇恨 他是用仇恨 來得到這麼高的選票 民進黨很爛啦 貪污腐敗啦 國民黨貪污腐敗更厲害啦 所以呢 恨死恨他們 恨他們恨他們 恨他們然後投給我 所以他拿到了三百多萬票 他的選舉是操縱兩個字 叫仇恨 把國家還給你 最後把國瑜還給你嘛 不就這樣子嗎 那現在他的做法就是 好 既然民進黨這麼痛恨 韓國瑜當院長 那麼五十一票就投給黃珊珊啊 黃珊就變院長啦 韓國瑜就不會當院長啦 所以他誤認為民眾黨對於韓國瑜 當院長的仇恨 會超越被柯文哲騙的仇恨 不是 可是我覺得 這柯文哲會不會想太多 你知道嗎 對於民進黨來講 現在對於國民黨的仇恨值比較高 還是對民眾黨的仇恨值比較高 我可能寧願跟國民黨合作 我都不想要跟柯文哲合作 柯文哲認為 柯文哲認為 他被討厭的程度 沒有國民黨被討厭的嚴重 真的嗎 柯文哲覺得最討厭的是國民黨 因為連柯文哲都不想投給韓國瑜了 你看國民黨多可惡 所以既然他這麼可惡 民進黨一定最恨國民黨的韓國瑜 然後會把五十一票投給黃珊珊 柯文哲這樣認為的 我告訴你 我不是民進黨 我不是綠的 我當時也這樣認為 所以表示我們真的不是民進黨 當時我就問過益川 益川說 哪有可能 五十一局去支持巴西 你以為我們是白 逼 就這樣說 我們怎麼可能 對 投到派去 我說不會啊 你們那麼討厭韓國瑜 就投給黃珊珊 他說不可能 對 所以就表示 我都認為說 如果你們這麼討厭國民黨 就投給黃珊珊就好了 民進黨的想法是 告訴你 臨為玉碎 不畏瓦權 我就算 這個游錫坤 挺著胸膛沒當選 我也不要讓黃珊珊當選 這就是民進黨的 所以柯文哲的想法 就表示 你不是默綠 對不對 你是白裡透綠 那你的綠已經消失 變白的 白的 你還要去吃午飯 叫做白 B 就這樣 所以請教一下阿苗 那你覺得 這個 其實柯文哲裡面 也充滿了機關算機 他會不會想說 我這個要投票之前 拿勾著勾著 可能藍綠都會拿 不小心就蒙到了 對啊 拿些什麼來跟我換 可能中間人這個打電話斷線了 會不會後面 可能真的民進黨 真的最後會投給黃珊珊 黃珊珊就得了院長 對啊 很多人都會說柯文哲變來變去 但是我幫他講句話 他有一個核心戰略是一直都沒有變 就是第三名要當政的 這是他的核心戰略 藍白河的時候他也是說第三名要當政的 對 他說那你這個國民黨一定要給我當政的 那現在立法院長這一句也是 第三名要當政的 又來了 而且我跟你講藍白河的時候 還有誰的民調準不準的問題 對 現在立法院長沒有民調這件事情 誰有幾票攤在那非常的準 唯一有點失準的是什麼 唯一有點失準的是白銀的票 人家本來以為有8票後來變7票 白7票 你很壞 因為藍營54 綠營51都每一票開出來 這很準 從1月13號我們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柯文哲的核心戰略就是 第三名要當政的 他要以小博大 用第三名去博到一個政的位置 所以民眾黨是不是有做 這一百一十三個的內參民調 剛剛袁茲哥說 有需要做內參民調 有做民調 就是針對這一百一十三個有做一個民調 說你們要投誰 然後內參民調顯示 剛剛將軍講的 民進黨那五十一個 會投黃三三 會投黃三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民調做家 他有把民眾黨的那八位做家權 家權 年輕家權 家權 算是年輕票是不是 年輕票做家權 手機家權五十八 打手機的 七倍都不夠 要八倍才夠 所以你知道說他的核心戰略 第三名以小博大要當政的 那我平信而論 不是不可能 但要很努力 你說世界各國政治上 有沒有說你用以小博大去博到這麼大抽 一定也有 可是在過程中你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 比如說你第一天的時候 你就要積極去運作 你不能到已經要考前最後一天了 你才突然說我們自己提名一個 那來不及做任何的運作 你八票拉人家五十一票 你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嗎 你光靠這些搖來擺去的這些自稱中間 你怎麼可能拉到這些票嗎 第二個要玩槓桿 你說要以小博大給我一個支點 我就撐起全世界 有沒有 這個理論上行得通 可是有一個重點是 你那個槓桿點要很穩 如果說你今天玩一個槓桿遊戲 結果你那個槓桿點自己都滾來滾去 都不穩 你什麼東西都舉不起來 所以柯文哲的問題就是 他一下子說 我跟韓國瑜愛了抱抱有沒有 留下這個經典歷史畫面 然後馬上民進黨來拜訪 拜訪之後 民進黨什麼都答應你了 對不對 游錫坤已經答應到 連被綠營的人都已經跳出來 他罵游錫坤了 游錫坤已經堪稱忍辱負重 去你那邊 只差不給你當眾生命而已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等於是辦了一個比武招親嘛 比武招親手中信用 各路英雄好漢來打個頭破血流之後 你小姐一定要選一個 就是這樣 結果你不是你辦完這個擂台 打了頭破血流之後 小姐宣布 我已經有內定未婚夫了 那你不是把人家來給笑耶 所以未來他堅持第三名要當政的這個戰略 一定會持續 可是藍綠看到這個 宜來百去的這個槓桿點 到底還有多少議員去跟他玩這個槓桿的遊戲 我覺得藍綠自己都會再思索考慮再三了 好 不過現在國民黨裡面有人生氣氣了 我認為說柯文哲這個一物兩脈 整件事情看下來 很多人說國民黨會不會是裡面最錯愕的人 你會本來想說奇怪 柯文哲不是跟這個韓國瑜還蠻好的嗎 那天黃國昌還笑得很開心 沒有想到你居然自題人選 然後還跟綠營這樣私底下台 有沒有談到還是不知道 對 但重點是國民黨會不會覺得說 我還真的跟你換了什麼東西的話 我現在不是冤大頭了嗎 所以請教一下原資 是不是真的韓國瑜被擺了一道呢 因為孫大清就報內幕說 其實柯文哲選前已經動搖了 並不是真的那麼樣挺韓國瑜 那現在賴斯堡也說 未來藍白河充滿了變數 還要合喔 你們還要合 你們還敢合喔 還要合嗎 我覺得被擺到的感覺應該是說 選前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選完 民眾黨會投給韓國瑜 可是選後的時候他們忽然加了很多彈書 比如說我們要看你知不知國會改革 然後你還要面試 然後甚至於說什麼時空環境變了 就加了很多彈書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被擺到 你們那一天投票的時候 你們知道民眾黨會提黃三三嗎 有知道 因為前一天有講 1月31那天你們知道嗎 抱持著說可能會投給韓國瑜 不會 不會 我們那天其實 就只有考慮自己而已 我們要確保我們54票 票票入櫃 所以那天我們投票氣勢非常高昂 我投票的時候還有呼口號 新北隊票票入櫃 但你看聯合報之前不是也被報道說 可是投票所要保持安靜 那天還好 不是你們以後去交換小朋友 以後小朋友去投票有沒有 進去投票換身分證 然後領完水票 不一樣 新北隊加油國民黨加油 票票入櫃 黃一出來入島 那個立院投票跟那個不一樣 沒關係啦 一般投票是秘密投票 其實國民黨的立院都這樣 一般投票小朋友不要學 一般投票是秘密投票 那個是因為是院長投票才可以量票 才可以法律是不一樣的 對 但是重點是你們有沒有 因為那天聯合報不是講說 你們可能換趙偉嗎 跟法案這個提案子 對啊 你大家也來看啊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換到 趙偉這個東西是總召講的啦 我覺得是總召想要說 之後會不會 藍白還是有合作空間 一起去制衡民進黨 畢竟民進黨是執政黨 再也如果合作 有加強制衡的力道 可是這個並沒有內部討論過 如果你問我的話 不認同趙偉的說法 你問我就不主張要讓趙偉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他並不 水議員只能復婚期 有相關意見 沒有 要大家討論嘛 因為立法院還是合議制 總召就是我們班長 但是意見還是要 大家要討論過 所以你現在嘴班長的意思 嘴班長 不能意見不合喔 國民黨不是一言堂好不好 總召打電話給你 當然是可以表達意見 就是說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呢 因為坦白說民眾黨 假設他在院長這一意 跟我們合作 就是說他願意投給我們 然後呢你說釋放一兩一招 這我贊成 因為大家總是要互相釋放善意 可是這個過程你會覺得說 即便是你釋放善意 他也沒有領情嘛 就像我們總召說 會給他招位 黃國昌怎麼講 黃國昌說也不錯啊 但是我是不會主動協商喔 意思是說你要就自己送來啦 但是呢 這也是你自己要給我的 直接送倒貼啊 對不代表說我有欠你人情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何必這樣 因為國民黨我認為 已經給了很多善意 但民眾黨總是讓你覺得說 高高在上 那種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 那與其這樣我覺得 不如大家就以理交往 坦白說 我覺得那天在議場 投票那天 三黨 你們要撕毀承諾了 以理交往 沒有什麼承諾嘛 因為現在都沒有承諾 沒有什麼 我承諾你你承諾我什麼 沒有這個東西嘛 那一天在投票之後 就敬畏分明 就國民黨就跟國民黨在一起 然後民眾黨就是跟民眾黨在一起 民進黨就跟民眾黨在一起 那其實三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交流 所以以後 未來我覺得在國會 三黨就是要角力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招委給他幹嘛 反之說我跟復婚期 是不一樣的意見 我覺得不要換 我覺得不要換 我覺得不要給招委 不是 給不是不要換 所以請教一下 翼酸哥 現在國民黨的立場是 要來併啊 我沒有要答應這件事情 對啊 各走各路 詐騙集團 也會遇到詐騙集團 就是跟誰 比較多誠言是不是 民進黨也被民眾黨騙過 然後詐騙集團也會黑吃黑 會吃黑 有的 詐騙集團內部 有人扮演車手 有人扮演老婆婆 有人扮演這個 騙機車撞到人 都有啦 躍遠之子是扮演其中一個角色 我跟你講 國民黨現在裡面 最厲害的就是復婚期 怎麼說 復婚期就能演旁觀 看你們這群屁頭要變什麼樣 復婚期很清楚嘛 他怎麼會不知道國民黨 那個民眾黨那幾個 在想什麼 到最後復婚期 就是站在旁邊看說 時間到了就換我講話了吧 你們就繼續弄 所以呢 國民黨不會讓任何的總召 給民眾黨 那民眾黨到最後就是這樣嘛 就是總召也沒拿到 也沒有排案權 這個整 在這各個委員會 也沒辦法排妝案報告 也沒辦法排考察 也沒有辦法跟對這個法律案 各式各樣的排案都沒有的時候 民眾黨就只能採取焦土啦 那一焦土下去 國民黨像越遠之 越遠之一定會爭取很多板橋的建設嘛 對 那越遠之爭取板橋的建設 小朋友的一些這個教育文化 這個越遠之最重是嘛 對 他會提案嘛 那提案的話民進黨也都支持嘛 結果黃國昌進來就畢明了嘛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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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黃國昌現在絕對都反對 越遠之就跟他病了嘛 然後就會此起彼落 那不是啊 他不是說喬好了 應該要合作才對 但是越遠之遇到他自己的案子 被黃國昌打他一定翻臉 每一個國民黨立委 自己都有想要推動的案子 像越遠之這麼在乎這種教育文化了 誰擋他的教育文化 他就跟誰翻臉 沒錯 所以到最後 黃國昌其實擋越遠之 越遠之就是會翻臉 所以到最後一堆案子就是 這個那個黃國昌跑進來 民眾黨的跑進來 到最後國民黨的就跟民眾黨 一定每天吵架 所以翊川哥你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被陰在前面 那現在後面要反陰回去的就是 報仇啊 不是 所以我才說回到傅崑崎的角度 你們這群的比賽 我看不出來嗎 讓你們去案 反正到時候 傅崑崎這一次怎麼操盤 多厲害啊 葉原資他們去買完票的時候 還要拿起來 然後人家形容說拜天公 拜天公 這樣子 拜天公 就把那個票拿起來這樣 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 沒有點頭 一擺 再擺這樣 然後呢 左邊 右邊 這樣呢 葉原資他們都要這樣弄完 沒有 然後最後說打理 他們才打理 還要吹一吹 還要吹一吹 這 傅崑崎保證到五十四票都進入櫃 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是紀律很嚴明的 但是呢 這個接下來的這個國民黨 民眾黨當然也會有衝突 民進黨跟民眾黨也會有衝突 所以到最後就是大家看民眾黨 每天在那邊嘎嘎叫 到最後就會被國民黨跟民進黨 全部都不要理他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剛剛川哥說了 國民黨紀律很嚴明 傅崑崎一聲令下誰敢跑票呢 真的